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思思绝的影片当中 白小雨以及王晶晶的故事 在当下具有普遍性吗 特别具有普遍性 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同时在面临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从学生时代 到社会人的身份的转变 这个艰难就是从我二岁到三十岁这十年 我面临的就是我人生无数次的艰难选择 我在哪个城市生活 我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我怎么从这个职业上建立自我 然后如何在生活的重担 已经很重的情况下展开我的爱情 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 每一个都是艰难的挑战 第二个就是在今天 大家都说恋爱很难 那具体难在哪里 我们抽象出这段关系 来看一看年轻人他面对了什么 面对的是生活重压下 同时要相爱的艰难选择 然后两个人步调不一致 甚至面临着异地 面临着不同的困境 就是今天年轻人在爱上的困惑 其实也是影射在相儿过程当中 会遇到的烦恼 当我们拿起放大镜 去打开这一段恋爱关系的时候 你觉得有哪一些部分 可以说照入到当下的现实 它又具有哪一些普遍性 我展开讲一下 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对相知相恋的恋人 他们相识八年 恋爱五年 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他们共同喜欢爱伦波的小说 所以刚开始的爱情总是很新鲜的 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他们有很美好的生活 他们会共同地拍照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共同的小众爱好 而觉得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 但其实我们再往下深偷袭一层 你会发现所谓的共同爱好 是一种共同消费 今天你也喜欢爱伦波 我也喜欢爱伦波 你用这个牌子的手机 我也用这个牌子的手机 有没有可能这是一场消费 因为消费意味着品位 你和我 对 但一段关系慢慢步入到五年 你会发现你和他的爱 从共同拥有的东西 变成了差异化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两个人在经历了甜蜜之后 也遇到了挫折 那也引发了我们看到影片当中所说的步调不一致 我说实话 让一个年轻人共同消费是容易的 但是更难的是两个人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共同的创造 这段情感关系就面临了他们所谓的差异 这个男孩更多的希望 我想跟你维持现状 我想跟你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我们在北京留下来 生活下来 女孩的愿望是 我想要更高飞 我想要我的名字属在编剧属名的第一栏 所以他们之间真正打倒他们的 或者是让他们被琐事所牵绊的 恰恰就是他们的差异性 他们俩呈现的步调不一致 也就是每一个北漂的小年轻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有人稍稍跑得快了一些 有人要守在家里 要为这个家庭打拼 面包和梦想 或者是爱情和面包 在碰撞的那一瞬间 你该如何选择 中间有一个细节 是他们在争吵的时候 白小语就说到王金晶 不是你的理想才叫理想 我只是不想让你有活 我知道 之前梁永安教授就说过一句话 说现在的年轻人 在爱里最大的困惑是 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自己 如果你没有办法看见别人的付出 你也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付出 比如说王金晶这个角色 写了二十万字的剧本 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的本子 所以他就把那个本子丢掉了 是白小语觉得 你写的二十万字如此珍贵 然后把这个本子捡回来 相同的 两个人在面对工作张灯的难题 有没有去彼此体谅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要共同面对生活的难题 而不是让这个生活把我们打败 所以我们说在当下这个时候 双向奔赴是越来越困难了 因为每个人可能上的枷锁都很多 很难去心平气和的 把两个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 去为对方考虑 对中间有一个特别爆的片段 就是今天在抖音上的那个片段 男生和女生在争吵当中爆发了 我已经约你很久了 对我约你很久了 然后他踹了一下枪 两个人就开始真正的激烈的矛盾的爆发 你会发现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 在情感关系中 我在忍你 是因为我在乎你 对 但真实的情况是 你们双方可能都在忍耐 因为新的恋爱关系当中 我的自我前所未有的清晰 你的自我在和你的另一半的自我在碰撞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妥协 一定有你今天忍了我 明天我忍了你 一定是两个人互相有碰撞 互相有交互的部分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听见别人 能不能看到别人 能不能为了两个人共同的关系所努力 这也是一种对于年轻人爱情上的考验 所以这个片子 我是觉得对当下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所以其实在第一个阶段 他们有了共同的爱好之后 我觉得第二个阶段 是不是他们要共建些什么 包括以后他们可能要为了彼此的职业去理解彼此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是编剧 那我能不能了解你的编剧的生活 我能不能帮助到你 我们能不能共同创造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今天在开剧本沙店 你是一个编剧 你能不能来理解我的剧本沙的生活 两个人之间要用沟通来建造交集 在这个交集关系上 共同建造高楼大厦 这个时候就像是我们在一张银行储席卡里存钱一样 我们不能光吃喝玩乐 我们要往这个卡里存钱 存的是时间成本 我们两个人要共同在这里创造出我们的生活 王金金这个角色在意识到 这个男孩在他人生当中是不可或缺之后 他做出了改变 他们去到了男孩为这个女孩打造的那种密室 他愿意跟这个男孩去修复关系 我看到的是一个女孩的成长 当你真的愿意去成长 愿意去看见别人 生活也会给你礼物和奖励 是我最最最最最不想能丢的人 很多人认为爱情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电影里面 白小雨的父亲似乎给观众了一个答案 在爱情里好好相爱 在相爱里好好生活 您会如何看待这个回答 白小雨的父亲非常拥有智慧 真正的生活是什么 是鸡毛蒜皮 真正的生活不可能出现在名利场里 哪里都是红毯铺旧的道路 我觉得爱情一点都不特别 今天不是说从天而见一个大帅哥 无条件爱我 我就可以圆满了 我也要学习如何地爱对方 我也要学习如何地经历一段长期的关系 什么叫在相爱中生活 在生活中相爱呢 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 和我的爱人一起构建属于我们的生活 爱情从不伟大 它和所有的关系都一样 今天是我亲手创造了我喜欢的生活 我不再等待这个爱情是从天而降的 我也不再等待另一班经营好了它 我只享受 我是独立的我 我愿意亲手创造我的生活 老公 爸 好的感谢思思的精彩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